记者萧宇韩台北报道 爱丽丝去年底闪嫁英国外交官马培迪 本月初产下小儿子威廉帝 他今晚产后直播分享包养产品 首次露面他气色相当好 粉丝直呼根本不像刚生完小孩 也不断敲碗要求看威廉帝 爱丽丝忍不住说 今天是生完的孕妇需要关怀 但答应下次直播会让大家露脸 目前大女儿黎玲和爸爸荒芜流已 在日本滑雪培养感情 爱丽丝说前夫知道他生小孩后直言 好快哦 恭喜你 也透露两人目前有很棒的互动模式 认为和前夫如果变愁人很可惜 也谢谢老公思想开放 甚至鼓励他与前夫维持良善关系 对小孩才是好的 对于外界不看好他的第二春 他笑说自己的人生是自己选的 更举例鞋子穿在自己的脚上 会摇脚会不会痛都是自己才知道 被问到还想不想再生三宝 他笑说你问一个刚生完还爱坐月子的妈妈 他们都会跟你说不要哦 爱丽丝日前生下小儿子威廉帝 翻设字脸书 爱丽丝 左透露马培迪鼓励他和前夫保持友好关系 翻设字脸书 爱丽丝产后手露面 气色相当好 翻设字脸书